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我们最后的结论跟建议 我们认为说这个判决分析显现出我们许多的死刑判决 的确有它的问题存在 并不符合所谓两宫约的最严重犯罪 尤其是透过严谨程序认定的最严重犯罪的状况之下 其实这符合我们多数民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看法 多数民众不信任 这个其实是符合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人心之后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先停止死刑的一个死刑 那第二个就是我讲 有很多法官会觉得说这种情形他判不下死刑 最后来法官可能也是 也可能说他觉得说 真的只觉得死刑可能有违宪的问题 违反他自己的一个良心 因为法官是最后的一个良心 正义最后的一个良心 违反他的这个良心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一定坚持说 那还是用多数决定 看起来显然不行 我们认为应该要以所有的法官都是认为说要判死刑 目前我们在没有对阻死刑之前 应该是要这样的弹性 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是要自觉 另外就是说 我们找到了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那显然司法院必须要去思考 包含最高法案在内 要去思考说 他的年纪应该 他的程序应该要怎么样 能够更严谨 我们必须讲说 连死刑判决都这样的一地方吧 那我们就不能够怪人民对于司法的公信力 其实怎么低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以后死刑判决 贝古指令之前 所有的死刑判决应该它是一个模犯判决 这个程序必须要更严谨 那第四个当然是辩护人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认为说 所有的这个死刑应该要产权辩护 这个辩护 我们希望能够拉到 完全符合公正公约的第四条的 这个一般新意见的标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全程 包含我们现在 我们行事述动法里面 其实还漏掉一节 这是侦查中 侦查中其实并没有强制辩护 各位知道 侦查中 他可以有权利请律师 但是把国家派给他 没有侦查中并不包含在内 那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事实上是在侦查中 包含这个自白的取得 那很多被告其实是喊冤 被刑囚 并不一定是身体上要刑囚 精神刑囚 恐吓之类的 威胁 类似像这样 我们认为说 应该要全编 或是全编的拉到侦查中 后应该要拉到这个 甚至于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如果还没有被刑囚 甚至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都应该要 随时能够看 因为毕竟万一错了 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那第五个当然就是 现在其实 自白院也在讨论 或许他们也会接受 就是违反两公约的判决 应该成为在审的理由 第六个就是政务保存 那我们看到很多 其实是政务保存 尤其是 这个 费死联盟 我们跟平原协会 在做 行救援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军的时候 会觉得很恶满 就是说 当初如果调查了 什么样的证据 或许有一些事实的认定 是可以水落石出的 可是发现说 这个政务保存有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当初这个侦查并不精致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这个洞见有很多很多问题 好 那 最后一个 我们是认为说 还是我刚刚讲的 判决分析 只是一个起步 我还是认为 应该是要有一个 有系统的研究 尤其是要把 卷证拿出来 甚至有可能 应该是要把 原始的证物拿出来 原始的证物拿出来 包含 譬如说 策划 策划 我们常常看到 在冤案救援的时候 要去拿图谱 回去拿原始图谱 拿不到 那可能就东推西推 跟警察要警察说 他这个台风淹水淹掉了 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认为说 应该是所有的卷证 包含这个图谱 应该要拿出来 要能够公开这些资料 然后要鼓励学者 做更多的一个研究 我相信 学者的研究会更严谨 我们那边 我们只是看判决而已 相信很多一个 卷证资料 能够形成出一个 更多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一些结论以建议 我们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个 判决分析报告 能够让社会大众了解 尤其让这个执政者 不管加拿 执政者是谁 能够了解说 这些是重要的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对死刑判决 对每一个死刑个案 能够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大家才能够了解 死刑的样貌是什么样 无论 执政者 Initiative 它的能够 让你录像 导致 听这种 1080的 悔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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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